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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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到我們的這個課程 這是第六章 那就是Graph 圖形這樣 好 那在講Graph的時候呢 就會講一下歷史這樣 那這是一個歐洲的一個小鎮這樣 對 尤拉路徑 這是尤拉路徑的原由這樣 那這座小鎮的話呢 總共有這些橋 總共有七座橋吧 對 七座橋 那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他們的連接的狀況 那那個陸地的話呢 就是他會把它標上了一些 就是點這樣 就是比方說這個 就是A這個點 就是從那個最 對 這個啦 A這個點是從這邊 然後呢到達這個陸地這樣 對 就是一個島這樣 好 那這個島那連出去的話 就是吸這個類 就是陸地這樣 好 那所以呢 這類是一個Map 那這個Map呢 可以把它表示成圖形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這樣 那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大的 大寫的ABCD 就是對應到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陸地 就是那個陸地這樣 那小寫的呢 這個Edge 大家看一下Edge Edge對應到的是什麼呢 Edge對應到的就是橋 就是它所對應到的橋 對 那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從一個點 然後呢經過每一個邊一次 然後呢再走回到自己這個點這樣 好 對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再看 對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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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就是 在剛剛那個graph裡面 在就是 右半邊所看到這個graph裡面這樣 對 那就有所謂的Degree 那那個Degree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連接邊的個數這樣 那所以你看那個Vertex 在Vertex上呢 它連接邊的個數 對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這樣 比方說這個B的話 它總會有3 就是它的Degree是3這樣 那A的話呢 這1 2 3 4 5 是5這樣 那D的話呢 1 2 3 3 就如此類 那這叫Degree 那所以就是剛剛我們就 show 就是告訴大家的一個Problem 這Problem是什麼呢 就是given 就是給你70點 就是Starting Point 就是某一個點 那接下來呢 你要 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 你要走過每一個橋 就是每一個橋一次 然後最後呢 對 最後還要回到 回到70點 對 這是一個Route 這是一個Route 這是一個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條件是什麼 這路徑的條件就是 它的Study 就是起點和終點 是一樣的 就是要回到 原來它出發的那個點 這是第一個條件 它的起點和終點是一樣的 然後第二個條件是什麼呢 第二個條件是 它必須要走過每一座橋 每一個Edge 就是只能夠走一次 這就是它的Problem 對 對 這有沒有問題啊 對 所以就是 很有趣喔 就是說 對 就是在這張 在這個裡面呢 就是 它其實給你一個Graph 然後呢 你要找 你要找出 就問你說 有沒有一個Route這樣 那就是要 起點和終點是一樣的 那你就從起點出發 然後呢 繞做每一個Edge這樣 那只能夠走過一次 然後回到原來這個 原來那個起點這樣 那這是一個Route這樣 好 那有沒有 我們 我們的問題是說 欸 你能不能找出這樣子 一個路徑出來這樣 對 然後 這個數學家 就是證明了一個 一個理論這樣 那這個理論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要有這樣子的路徑產生的話 就是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 那個Vertex 每一個Vertex 它的Degree 它Degree必須要是偶數的這樣 是偶數的這樣 對 所以它 它 它並不是直接的 去告訴你答案 它反而是去證明說 在這個Graph裡面 它的Vertex 要符合一個特質 什麼特質呢 就是那個Degree 要是偶數的 那如果 沒有偶數的話 這樣子的路徑 是找不出來的 就是 就找不出來 那所以呢 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是不存在有 這樣子的路徑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Degree 對 都是 基數 Degree 是基數這樣 對 這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對 那你看 就是古時候 你會覺得說 以前古時候 對 這些數學家還真的蠻無聊的這樣 對 就是要找這種 這個圖形這樣 但是跟生活 生活是很有相關性的這樣 其實 對 跟生活很有關係嘛 就是他們可能在做一些理論的研究 就是 就是在找這個Eura的路徑這樣 好 那其實這是Graph的 這是 可能是算說第一個吧 就是把它Model成一個Graph的這樣 這個應用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的是說什麼呢 所以你看看就是一個Graph Graph呢很簡單 就是 對 包含了兩個重要的 重要的元件 那第一個元件是什麼 Vertex 就是 它的那個頂點 那個Vertex的set 它第二個呢 重要的元件是什麼 第二個重要的元件就是 Edge這樣 就是 對 只要有符合這樣子的話呢 都可以叫做Graph 只要符合這樣子 就叫做Graph 那 Graph的應用非常的廣泛 那比方說像第一個的話 就是可能什麼分析電路啊 對 這個的話 如果你要做什麼分析電路啊 那個叫Layout 那Layout的話呢 如果你對這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找李一郎老師這樣 他是我的好朋友這樣 你是我的水長 對 然後呢 他的研究 對 就是在 在或者是什麼呢 在有限的空間之內 要怎麼樣把那些電路的Gate 你知道 透過一些連線 他們叫做Route 把它去完成這樣 對 對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對 我們去看他的Paper 或有時候去 他找我們去考試啊 簡直是 反正就是感覺起來 雖然是硬體喔 你會覺得說 欸老師那個拉埃西是硬體這樣 實際上 就演算法 對 好 那現在這個是第一個應用 那第二個應用呢 大家看到是什麼呢 就是找Shorties Pass 找Shorties Pass 那這個Shorties Pass呢 最有趣的應用是什麼呢 就是 可能大家 現階段沒有人在 可能 有些人 不見得每個人都有車這樣 對 你就不知道說 像那Gami啊 就是導航 對我們來說是蠻重要的這樣 是因為 他可以幫你找到 這個路到底怎麼走這樣 那 對 你看一下就是Google Map這樣 Google Map 最實際的應用 你知道 那你可以 你可以給定什麼 給定兩個點 STAR和N 那接下來呢 他做什麼事 對 就是規劃路徑 我就畫出來了 這樣 好 就是 對 那畫那個路徑呢 他可能還會有很多種路徑的方法 這樣 那其實那個路徑裡面呢 就是 有一個 常常做的 需要的這個路徑是什麼 最短路徑 我能不能走 最少的 公里數 然後到達目的地這樣 我能不能走 最少的公里數 到達目的地這樣 這是 反正 shortish path 那 在Graph的後面 我們都會一直在講 這個 找shortish path的問題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很重要 對 那 後面還會再講 那 再給大家一個 想法 就是 找shortish path這件事情 你可以找空間上 最短的距離這樣 那 這叫做 空間上的shortish path 那 那 時間上的shortish path是什麼 給你一個sauce 給你一個destination 這樣 你要找空 時間上的shortish path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找這個path出來 那這個path呢 你的travel time travel time 就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你的旅行時間 是最短的 因為空間很近 並不見得它的travel的時間 就是時間上它是很近的 比方說你用找一個很近的shortish path 對 那一個shortish path 有一個路段 就是常常塞車 對 你可能 空間上它很近 但時間上你可能花很多的時間 這樣 那這個 這給大家一個 概念 那 這一塊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這個 對 其實在空間上 你要把 對 空間上 就是在map上 把這個路徑找出來 你知道 好 那再回到 對 就是跟同學再講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專長 不是專長 其實我們研究 有很多在做這個空間 對 空間和時間 地理資訊上的 地理 就是 跟區塊 是有關係的一個研究 對 那有沒有聽過那個 apple map apple的map 你知道 對不對 那google map和apple map 哪一個比較好用 蛤 google map和apple的上 apple 這不是出了一個 iOS 6 這樣 我就是不小心按到這個更新 這樣 它就升級了 對不對 升級完後 就很後悔這樣 為什麼 對 哇 它的那個map 真的是 你在map 在apple的map上 找交通大學 這樣 對 它幫你找到上海 找到大陸的交通大學 這樣 那這顯示 一件什麼事情 對 其實在這地方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那個map 空間那個map 地圖 地圖 地圖事實上是什麼 地圖事實上是 一個graph 對 你要知道 地圖事實上是 一個graph的結構 這樣 對 那 這個graph的結構 就像我們大家看到的 就是它必須要包含 G啊 然後V和E 這樣 那V V的話就是vertex 這樣 好 那 在 你會覺得說 那老師 google map和apple map 為什麼 在找法上 就是差那麼多 這樣 因為它的圖資 你會常常聽到 就叫 地圖上的資訊 並不夠 在apple的那個圖資裡面 並不充足這樣 沒有成充足這樣 它什麼叫充足 就是該有的那些點 它不見了這樣 對 然後呢 該有的poi poi poi是什麼呢 poi就是point of interest 那什麼叫做point of interest 然後說小木屋鬆餅 交通大學 這都是一個landmark 這是一個點 這個點是 是景點的資訊 然後可能就看到什麼 找附近的餐館 那這些都是point of interest 這樣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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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就是apple的圖資 並不是那麼的完全這樣 對 完全這樣 然後google也是滿完全的這樣 好 那再跟大家講一個消息 對很好玩喔 amazon知道吧 對 amazon也想做map 那為什麼大家都很想做map 對 你有沒有想過大家 因為這些大廠 為什麼都很想做map 並有他自己的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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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 這件事情 為什麼大家 就是批批想要去做 你用了行動裝置以後呢 你看喔 這是在 不管是Android的手機 或者是Apple上的手機這樣 就常用的application是什麼 map 對 他常常會 我現在在哪裡這樣 喔 就是點出來這樣 那透過這些map的查詢 透過這些map的查詢 你會更容易知道什麼 更容易知道這個使用者 他現在在這城市的哪個區塊 他在查什麼 對 他在查什麼這樣 對 那如果你能夠 這些大廠雖然是 就是 套稱說他不做EVO 以Google為代表這樣 對 但是事實上 他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在交代 你在查可能小木屋鬆餅這樣 所以他就知道說 喔 所有來交代的人 都對小木屋鬆餅很有興趣 對 這些資訊有不有用 非常有用 對 他可以把這些空間上的 我們會把它通稱 叫做semantics 都找出來這樣 好 那 這其實是 非常有用的這樣 因為未來 他走向是什麼 對 平板 行動 對 那 他就知道說你的喜好 這樣 大部分人在這個區塊裡面 他的喜好是什麼這樣 好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 其實很有意思啊 就是map的工程 就是我們都可以去做這樣 對 那map的工程 對 他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做得好的這樣 你看一下 就是google花了多少時間 派那個車子 探測車去 去探測 好 那什麼都抓 照相啊 這個Wi-Fi 這些都去抓這樣 那 這個就是 嗯 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有時候你看到這些新聞 又那麼爛 對 對 那你要想想看 後面其實跟Commule Science 是 就是非常有關係這樣 就是有關係這樣 那 那如果圖資不完全的情況之下 你要去找Shortest Path 怎麼可能 對 可能就 欸 所找出來Shortest Path 並不見得會是Shortest Path 好 那接下來呢 又另外一則新聞 大家看一下 就是有很多人就說 欸 這個導航 就是導一導 導到深山裡面 然後不小心這個前面是什麼鐵路啊 或者是3i這樣 蹦 就跳下去這樣 對 為什麼 對 不是圖資爛 也不是演算法爛這樣 是 是 應該是說 不是那個硬體爛 也不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演算法 找Shortest Path演算法來爛 對 是什麼 圖資不夠完全 是那個Map的資訊不夠完整這樣 那所以 你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就是要把圖資enrich這樣 其實讓它再更充足這樣 對 好 這是Fundish Dispass的 繞行的問題這樣 好 那接下來下面幾個呢 就是大家再看一下 就是說 欸 project planning這樣 那什麼叫做project planning 對 project planning 比方說我要去做一個project 要開發一個 假設啦 就是window 8這樣 那有好多的component這樣 那component之間 它們會表示成一個graph這樣 那告訴你說 這個component完成以後呢 下一個component必須要在什麼時間之內完成 那在我們的講義的後面 就會跟同學講這樣 就是 對 一個叫project planning這樣 對 那這個project planning 它可以延伸得更廣 就是像software的planning 然後說 欸 你們現在可能還沒學過軟工嘛 對 對 那如果以後 未來你在大公司去工作的話 對 那些軟體都是非常龐大的 那通常他們都會把它表示成graph這樣 就是代表一個流程 它就是開發的流程這樣 那要怎麼樣掌控這個流程 就有仰賴這個graph這樣 好 對 那 所以這個project planning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下面還有很多啊 那我們就不講 那下面 最下面那個地方就叫social science 那為什麼social science跟graph有關 對 你應該看到很多facebook 就是跟你講說 喔 這個人連到那個人這樣 對 那這個graph裡面呢 這個graph裡面就是 它的頂點是什麼 頂點v v等於facebook的user這樣 好 那age呢 age就是說 喔 我把它加為朋友了這樣 對 那我就跟你有age了這樣 那所以呢 接下來你看一下facebook 常常會做什麼事 推薦 推薦什麼 欸 這個是什麼 有你的朋友也是他的朋友這樣 對 你要不要加他 那透過的是什麼 透過這個graph去看說 欸 你的鄰居有誰 然後他的鄰居有誰 然後 這個人是不是你們共同的朋友 好 所以這在social science裡面 graph是很常用到的這樣 好 graph是很常用到的 好 對 所以呢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大家 就是 你看到就是graph 有很多的應用這樣 那接下來看一下 就是graph的定義啊 其實還蠻簡單的 剛剛就已經講完了這樣 就g v v1這樣 就是g graph 對 等於兩個組成 就是v和1這樣 那v的話呢 就是頂點的set 1的話呢 就是age的set這樣 好 那有時候你要表示那個頂點的set的話 你可以用vg這樣 從graph裡面呢 vg 對 vg這樣 就是 在graph裡面 針對它的vertex 所構成的set 那 g1的話呢 就是在graph裡面 針對age 所構成的set這樣 好 那 那在這個graph裡面呢 這個age呢 它到底有沒有方向性 它可以有方向性 也可以沒有方向性 看你的需求這樣 好 其實這個age 它可能會是有方向性 對這樣 好 那如果有方 age如果有方向性的話 代表什麼 對 代表說 它是一個directed graph這樣 好 那沒有方向性的話呢 就是undirect 就是undirect graph 好 那在undirect graph裡面 對 那它的邊是怎麼表示 age通常是這樣 表示u和v這樣 對 一個邊 一個age的話 它應該會有兩個端點 這樣 那這兩個端點呢 就是來自於什麼 那個v 那個vertex的set這樣 所以 可以把它表 假設有一個edge 你可以表達是u到v這樣 好 那假設它是無向邊 undirected graph的話呢 它的edge u到v 之間的edge 因為沒有方向性 所以 u和v和v 和u 實際上是一樣的 好 那如果有方向性的話呢 u和v和v到u 它所代表的意義 就不一樣 這樣 對 這個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那個edge呢 是有方向性 和無方向性的 然後 那無方向性的話呢 就是不管從u到v 或v到u 看起來都一樣 好 那有方向性的話 就是不一樣這樣 對 這沒問題 對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是 有一些 簡單的 這個graph 這樣 那比方說像 最左邊 對 它是一個complete 對 所以我們會把它叫做complete graph 這樣 那為什麼它complete 就每個點呢 都跟另外的其他的點 都有連接 好 那 這是一個complete graph 那 大家看一下它的 最左邊 就是它的 它的頂點呢 就包含了 0123 就是vg 它的set是0123 它的edge呢 對 總共有 六個邊 好 對 那六個邊呢 分別可以代表的是什麼呢 就是0到1 然後0到2 這樣 好 那0到1 就等於1到0 因為在這地方是什麼呢 它是無項別 undirected graph 這樣 對 所以其實是一樣的 好 那tree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想說是graph 對 tree也可以把它想說是graph 這樣 就是它也可以把它表示成graph 這樣 那為什麼呢 tree上面的node呢 就是等於這個 一個graph 那個graph的vertex 然後它上面的邊就是tree上面的邊這樣 好 所以 其實general 就是比較 比較general來看的話 tree其實也是一種graph的表示方法這樣 好 那大家看最右邊 就右邊的話呢 它是一個有 就是directed graph 好 那directed graph的話呢 上面 就是edge上就會有箭頭這樣 好 那同樣的 就是這個頂點其實可以不用管它 不是 很簡單 那 這g3的話呢 就是 它的0到1和1到0 對 它們是不一樣的 就是0 直到1這樣 對 是指 從0直到1的那個箭頭那個點這樣 1到0是1 指向0 那個點這樣 1到2呢 是1 直到2 所以 它是有方向性的 對 這 這 有沒有問題 對 有沒有問題 對 然後呢 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說 就很簡單嘛 就是graph 就是g等於ve這樣 你知道 你知道 知道這點 對 好 那接下來再看一下就是說 這graph有沒有限制 有限制這樣 那 就是 這個graph通常不會自己連到自己 然後 否則它會形成一個loop 你知道嗎 對 好 然後 這個 對 這大家注意一下 是man 通常 那 其實有時候也會看到自己連到自己的這樣 對 什麼時候會自己連到自己 欸 欸 欸 你們學過那個 formal language沒 正規語言 finite state machine 你知道 還沒 fsm 好 那算 對 反正這graph應用很廣 就是正規語言裡面 就是要去檢查什麼context 我剛才 他剛才有個應用 比方說我要做一個compiler出來 compiler知道吧 對 比方說你在寫那個c的語言 寫一寫以後呢 對 要檢查那個語法有沒有錯 對 你覺得他是怎麼檢查 他就會把 那些 語法呢 就是說 這個語法 表示成一個graph 那每個graph的點呢 就是token 就是token token是什麼 一個word 或是什麼這樣 那他就會透過所謂的finite state machine 去做檢查 看他 看你所寫的這個程式 可不可以在finite state machine裡面 找到他該有的頂點這樣 是不是符合這個graph的特性這樣 那如果符合你的compiler就會過了這樣 那如果不符合 你就會有一個error出來這樣 那error點發生在哪裡 你就看那finite state machine 挺在哪個地方這樣 就是他走不下去了 那就會 就是叫他出來這樣 那如果在這種 就是在剛剛我看到那個 finite state machine的情況之下 這個graph就會有自己連到自己這樣 就自己連到自己這樣 對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graph呢 通常may not 大家注意一下 may not 其實不見得會有multiple edge這樣 multiple的這個edge 對相同的edge來看 他有很多條線這樣 那 對 看到的是may not 那如果有的話 對 他是怎麼情況 他會把它叫做multiple graph 你知道嗎 multiple graph 好 那看一個例子 那 像這個 A這個部分 對 他就是告訴你說 這是一個graph 這樣 那0可以到0 0可以到0 這個 這個應用就不會是 對 這個應用就不會是在那個map裡面 就是那個map 就是地圖的資訊裡面 就是自己到自己這樣 對 這邊有一個edge到自己這樣 對 不大可能 那注意一下這個應用呢 未來會是在你們 這個compiler 或是一些 就是語言辨識 語言辨識 前面聽過叫nlp 就是nature language process 這樣 對 那這種就會是語言辨識裡面 他要去辨別你的syntax 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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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ntax就是語言法 有時候我們會檢查說 你語言法對不對啊 那個文法對不對 然後說s後面一定要加v這樣 那就是可以用這些 這種graph來表示這樣 那這個等你上到formal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種 很多這種graph這樣 那第二個的話 叫multiple graph multiple graph的話 就是你看一下 那個邊 1到3的邊 他有兩個以上的邊這樣 3到2呢 他也有 這麼多邊這樣 對 那你說multiple graph 這什麼時候 你會看到 什麼時候會看到 會不會有這種邊出現 就是看application 你知道 那什麼樣的application 會有這種情況發生呢 對 就是看應用嘛 就在facebook上 假設3是一個人 2是一個人 這樣 那3PO了一個文章 再不同 3和2可能有關係吧 加入了朋友這樣 那3和2他們這個age代表是什麼呢 如果age代表是他PO文 然後呢 他還回文 回文 就是reply 按讚的那種 的interaction的話 那就會有這種 類似multiple graph的出現 3 假設他PO了好幾次文章 就是 一個月前PO了一次文章 這樣 接下來 這個月又PO了一篇文章 那在前個禮拜 又PO了一個文章 那每一次PO文呢 都是re這個人在回應他這樣 去留言 還是讚 這樣 那為了要表示 為了要抓住這樣子PO文回文 他們在時間上的關係 要把它keep住的話 那就會 產生一個叫multip graph 這種東西出來 對 不能夠用最後的那個PO文的時間 前面PO文就不管了 那不對 那可能就會有一個multip graph出現 好 那這次 我就說這次看各位的應用 那不同的application 他可能會找出很多的 就是graph出來這樣 那 這兩種graph都蠻特殊的 就自己倒到自己 還有multip graph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簡單的介紹 g等v1 那edge呢 是什麼 edge就是 就是 他會表示成一個pair這樣 對 然後directed graph的話呢 就是他的pair是有order的這樣 u到v 和v到u是不一樣的這樣 好 那adjusted adjusted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 他們是否相鄰這樣 對 然後 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w 他是跟v4 相連接的話 那他會存在一個條件嘛 就是vw是屬於這個h這樣 對 這個應該很直接吧 好 就是對 就是看那個 我和你有沒有相鄰 那如果我和你相鄰 對 那我和你就是有連接這樣 那ondirected graph的話呢 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v和w 他是屬於1這樣 那條件是 v到w和w到v 它其實代表意義是相等的 對 那path是什麼 對 對 在graph裡面所存在的path是什麼 path的話是 就代表說 你經過哪些 邊 你知道 對 是經過了哪一些的 經過哪一些 點 那這些點呢 他會把他的邊找出來 你知道嗎 對 那 你的path呢 對 就會 實際上是 你會知道他經過哪些點 你知道嗎 那可是你要注意喔 其實有時候經過相當多點 他不見得會走向那麼邊 那所以呢 就是 實際上還是會把邊 把它找出來 edge把它找出來 那length of the path是什麼 對 這個path的長度 就是把它定做是這個edge 在這個 在這個path上 有多少的edge 就是經過這樣 對 好 那simple path是什麼 simple path的話呢 就是 他是一個path這樣 好 那除了 simple path 就是 除了他的起始點 和他的節點 可以重複以外 其他的點 都必須要distinct這樣 distinct 這叫simple path這樣 那如果有cycle的話 怎麼辦 cycle的話 就不是simple path 那cycle的話呢 你會知道說 他所經過的點 在某些點上 他會重複這樣 那 這是有cycle的情況 那 你會常常看到 就是說 有一個graph 沒有cycle的graph 就是dag 我們把它叫做dag這樣 那 通常會發生在 對 對 有cycle 對 那cycle 有時候會 你要注意喔 就是cycle 要看他 是不是有方向性這樣 對 那dag 就是 他是在directed graph裡面 他沒有cycle這樣 對 好 對 那接下來 還會再繼續看 connected 什麼叫connected 就是 有連接 就是 connected就是說 我找到 我給你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呢 對 你在這個graph裡面 你找到一個路徑 你可以連接他們 就叫connected這樣 好 對 那 在後面 我們還會跟你講說 什麼叫做 strongly connected這樣 strongly connected的話 就是 在這個graph裡面呢 這個 在這個graph裡面 任兩點 每一個點 都跟另外一個 點 都有連接 這叫做 strongly connected這樣 好 那complete graph 是什麼 對 剛才應該有講過了 這個是喔 欸 在這個graph裡面呢 每一個 點 都跟其他的 點 有連接 那就是 complete graph這樣 complete graph這樣 對 其實這是一些 字詞的一些解釋這樣 好 對 這沒問題啊 對 complete graph的 這邊是一些推導 就是假設我有N個頂點 在一個graph裡面 我有N個頂點 然後一個complete graph 一個complete graph 如果它是 undirected的話 它的邊的個數到底是多少 CN取2 對 就是 在 undirected graph 它complete嘛 因為complete 這個點 和其他的 點都會有連接這樣 那 它的邊的個數是什麼 CN取2這樣 對 那 如果它是一個directed graph呢 它到它 它到它 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 給它乘上2 對 所以 邊的個數是N乘上N-1這樣 對 所以這應該還蠻直覺的這樣 好 那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對 graph有一些字詞的定義 這前面都很簡單 那接下來 什麼叫做subgraph subgraph subgraph是什麼 對 對 這是 subgraph subgraph 就是graph的子集合 對 sub這樣 那 subgraph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說 它的graph v v和1 分別是原來圖 原來那張圖的 subset 就是叫subgraph這樣 那所以呢 對 這邊 對 這邊 上面所看到1234 都是g1 的subgraph這樣 對 因為 比方說像 i那個地方 對 i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頂點 就是一個v 那v呢 它node就是0這樣 它的edge 是empty 這樣算不算一個graph 也算 反正 g等於v1 V 還是有存在一個點 對 1它是empty這樣 那 它也是個graph 那 你會看到 它的v是原來的graph的subset 這樣 對 那所以它也是個subgraph 2 2的話就是 這個是一個subgraph 它的v包含了三個點 這樣 它的edge呢 只有原來的 兩 它只保存了原來 就是 總共有六條edge 它只保存兩個而已 這樣 還是它的subgraph 好 那所以 上面這四個呢 都是下面這個complete graph的subgraph 這樣 好 對 這有沒有問題啊 對 有 有沒有問題 對 那接下來看這個 就是graph with two kinetic components 這樣 對 kinetic component 是什麼 kinetic component 對 其實這個graph裡面呢 有兩個connected component component component的話就是 原素嘛 對 那這原素裡面呢 包含了h1 h2這樣 h1h2 那你看一下h1 h2 在頂點 在h1裡面呢 頂點 假設它在h1裡面 那這些頂點呢 都會有一個path去串 兩點之間都會有一個path去串接它們 你知道 所以它們是connected的 這樣 好 在component裡面 在component裡面 你任選兩點出來 它們是有連接的 這樣 那 這是 connected 這樣 所以component component 你可以把它想說 它其實也是個subgraph 這樣 但這個subgraph 要必須要符合一個特性 是 你們任兩點 在這個subgraph裡面 必須要有一個path 就是把它串結起來 它必須要是connected 這樣 那h2的話 對 也是一樣 就是你看選4和7 好了 它也會有一個connected 這樣 好 那 這也是一個component這樣 好 那 這是從原來的graph4裡面 其實可以extract出來 extract出來 就是有兩個connected component這樣 對 好 對 那什麼叫做strongly 對 connected component的話 對 就是 就是在這個undirected graph裡面 只要它有一個path存在的 就是叫做connected 這樣 那什麼叫strongly 然後 strongly的話 就是要比component更強 就是這樣 條件更嚴苛 對 那條件更嚴苛 那條件更嚴苛就在 對這種情況之下 在什麼時候 在directed graph的話 它條件就會更嚴苛這樣 好 比方說 比方說 0要到1 1也要到0 這樣 它必須要存在 對 它必須要存在兩個path 兩個path 就是0到 兩個edge 0到1 1到0 兩個edge 存在情況之下 這個 最右半邊所看到的那兩個點 它是connected connected 好 那如果它是個undirected graph的話 就很簡單 就是0到1 它沒有方向性 這樣 所以0可以列到1 1也可以到0這樣 所以一條edge就可以代表它了 好 那strongly就是更強烈 那更強烈也代表是說 它必須要有更多的邊去support它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在directed graph裡面呢 就是我們會把它叫做 找出的kinetic component 會把它講做 是strongly kinetic component這樣 那2 也叫做一個strongly kinetic component 就是一種極端 反正沒有h這樣 對 那自然它就是一個 strongly kinetic component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2 這個叫做什麼 對 這是課本上第一次說 它是strongly kinetic component 通常我們對於這些點 就是單獨 它只有自己一個點 你知道嗎 那這個叫做 isolation 就是被孤獨了 那個isolation的point isolation point的話 我們是不列入考慮的 它還是符合 strongly kinetic component的特性 為什麼 反正它沒有跟別人 對 就是不做事嘛 那不做事就是不會犯錯 那它沒有邊 那很自然 就 它也是 就是connected 這樣 所以呢 它符合那個特質這樣 但在 在很多的應用裡面 這種component 我們要把它叫做isolation 這樣 那就是會把它濾掉 不會想看 對 好 那接下來看degree 那degree是什麼 剛才已經有講過 degree就看它 有多少邊 就是這個 這個 vertex 它附近有多少個邊 這樣 那假設那個graph 它是有方向性的 有方向性的話 那它這個 degree 就分成 in-degree和out-degree in-degree 是指到它的 這樣 指到它的 vertex 指到它的邊的個數這樣 叫in-degree out-degree 是說 從這個頂點出發 它指向別人這樣 就叫out-degree 這樣 就是the number of edge 這樣 對 好 那 給大家看一下就是說 假設這個graph裡面有 n個頂點 一個edge 這樣 那 di 就是每個vertex i 它的degree 這樣 那the number of edge fg 就是可以sum 用這個公式表示這樣 那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這樣 就是 把它degree加總起來這樣 因為它是undirected 所以要不要儲上2 就是它的邊的個數這樣 就是u到v v到u 其實一樣 好 所以這個 是指是在undirected graph以下 這個number of edge g 可以表示成 degree的總和除上2 就是邊的個數這樣 對 這個沒有問題啊 對 沒問題 對 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這太簡單了 對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是一個ADT 那什麼是ADT呢 那就是說這graph 這graph呢 會有一個graph的member function 這樣 那下面就有四個member function 這樣 就是我可能會對這個graph裡面 加點 加邊 三點 三邊 刪除點 刪除邊 那也會去開 就是有一個布列 function 去判斷說 這個graph是不是empty這樣 對 是不是empty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是graph 其實你都知道了 就是在考試的時候 欸 都會畫得出來 那接下來要想想看是說 graph到底怎麼用程式去表示它這樣 那有一種表示方法是最簡單的 最簡單是什麼呢 就是matrix去表示它 好 那比方說這個graph 對 它是一個有項 directed graph 那 它的matrix呢 就是2-dimensional matrix 這樣 因為這個graph裡面有7個點 有7個點 好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把它表示 7x7的matrix這樣 那如果它們有邊 有沒有 有邊的話呢 這裡啊 是1這樣 沒邊的話就是0這樣 好 所以大家看到 1可以連到2 1可以連到2 所以你看 1到2的地方有一個1這樣 好 1到2這裡有個1這樣 那1到1它又連到3 所以這個是1這樣 1到4也連 對有連接1這樣 那其他又連的就是0 好 那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表示方法 表示這個graph這樣 那它的space 空間上 所要它的coast是什麼 對 就是看它的頂點的個數這樣 那所以 它的space 所畫的是v2這樣 就是770嘛 就在這裡是770 就是跟它頂點的個數 是有關係的這樣 好 那注意一下就是說 假設它是個 undirected graph的話 基本上這個matrix是什麼 Symmetries的matrix這樣 就是Symmetries的matrix 1如果有連到2 2就會有連到1這樣 在undirected graph的情況之下 好 它就會這樣 好 那接下來呢 這graph還可以 就是這種方法 表示方法 很花費memory的空間這樣 對 那所以呢 有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是什麼呢 就是用link list link list來表示這樣 好 那在這邊的話 大家看一下 就是同樣的一個graph structure 右半邊就是它link list的表示方法 那這個白色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頂點 這個頂點 好 那 比如說 第一行叫1這樣 所以頂點1 它跟誰連 它跟誰連 頂點1的話 它跟2 3 4連這樣 所以後面那個link list element 所代表的是什麼 從這個頂點1出發 它連到哪些點這樣 好 連到哪些點 就是2 3 4 這樣 那2的話呢 對大家看一下2 2的話呢 它連到了4和5的點 所以 連出去的就是4號點和5號點這樣 好 那一詞類推 好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 對 顧名思義 叫adjacent list 表示方法 adjacent list 表示方法 表示方法 對 那為什麼它叫adjacent 對 為什麼 因為 它記載的是每個點 跟它連的 就是跟它連的那些點 那些點 那些點在剛才的定義裡面 叫什麼adjacent 就是某個點連到它 就是 有連到它 就是它的 它 它有邊 就是構成這樣 那它就叫adjacent 這樣 對 然後呢 這些點的adjacent 的node 跟它連接的那些點的node 所構成的link list 所以叫做adjacent list adjacent list 那它的space呢 是v加1這樣 這是v加1 v的話 是 對 頂點的個數 1的話 是h的個數這樣 那這是另外一種表示方法 對 這有沒有問題 對 有沒有問題 好 等下 所以呢 這下面呢 就是看到的是 還有不同的graph 就是g1 對 它的adjacent list 這樣 那也是一樣 會有它的 頂點 對 就是叫hanal這樣 那接下來連出去的 對 這都是它的 對 這是它臨近的點 這樣 那下面也是一樣 就請會看一下 對 有沒有問題啊 對 局勢 對 有沒有問題 對 沒問題 對 對 我們 對